欸這是警察欸 讓我上車讓我上車 欸 欸這個 這個學姐 欸學姐不是這樣當的吧 各位小龍金們大家好我是K&R金 今天來到我們傳說中的洛都警探 沒有錯喔 那為什麼今天是一個光頭呢 因為我是要來調查這個麥可的啊 聽說這個麥可這個警官 一天到晚在這個違規啊 好像是常常在犯罪殺人之類的 為了辦案殺了不少個犯人啊 所以我今天必須把他逮捕歸案啊 那我剛才查了一下他人好像不在這邊欸對不對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按下喜歡喜歡 幫我按到3333個喜歡 還沒訂閱我的觀眾朋友也可以幫我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欸這個學弟們你們有看到這個麥可警官跑到哪裡去了嗎 蛤? 你說他跑去北部找這個吹佛 很好 那我們先去這個北部來這個找一下他好了 但是我這邊接到一個案件什麼噪音干擾 來我們開台車過去 我們也是要協助這個 警局來辦一些案子的啊 因為這個麥可警官跑不見之後 這個局裡面還是有很多要處理的事情啊 來走了走了走了 前術前進 衝過去就是你的 我好像第一次接到這種案子 這種噪音干擾的案子啊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過去啊 我也不知道噪音干擾是要怎麼那個開罰 不過先到那邊再說吧 前面這邊坐坐 欸借過我先我先 不要擋路 好像是在這邊嘛對不對 噪音干擾 到了到了到了 是哪一戶是這一戶嗎 欸我們是要進到家裡面去是不是 他是這一戶人家 所以前面這一個前面這一戶 可以進去嗎 欸可以按歪進去欸 喔 我第一次到別人的家裡面去 喔在外面 我以為會到裡面欸 你好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我們接到你對派對的投訴 可以把音量調小聲一點 喔這是他們太吵嘛 叫他們小聲啊 今天是我妹妹18歲的生命 可不可以就這樣子 你的立結特殊我不想要破壞 請你把音量調低一點 好吧我會低調的 祝你派對一切順利 就這樣子處理完 我不用開法還是幹嘛嗎 感覺好像不用開法欸 這個任務也太輕鬆了吧 我第一次接這種任務欸 感覺怪怪的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在路上隨機做個盤查 例如像這個人 一直滑手機 一直滑手機 欸幹嘛幹嘛 你該是不是想要揮拳 來 你給我你的證件 這個1970年這樣是幾歲啊 50歲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來給予警告 亂警告有沒有 走了走了走 我們再去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其他案件啊 臨時截停的增援 這個是什麼東西 而且地圖導航的線是藍色的欸 這種不知道算是哪一種的 我好像是去幫忙的對不對 不是我主軸的啊 我是支援的而已啊 來來來來 全速前進 欸哇哩 你怎麼停在這邊啊 這邊沒有紅綠燈吧 欸我們是要上高速攻 哇這個有遠的欸 這個案件 還是名的敵吧 我們盡量用最快的速度過去啊 欸剛好是在北部 意思是說 我可以順便去抓一下這個麥可警官啊 來結果結果結果 我先我先 這樣子這個任務也太剛好了吧 對不對 重點不知道能不能在這個北部 找到這個麥可警官 我們走這邊 走小路 車比較少 然後不要小看我是開這種 普通的這個警車啊 好說我大學時期也得過這個 賽車比賽的冠軍啊 不要看我頭髮非常的稀疏 我可是非常強大 之前我還在這個FBI那邊受過訓欸 真的是被這個觀眾們小看的啊 對不對 來結果結果結果 唉唷 唉唷 等一下看到誰違規我就直接開他單 會不會我到那個 北部這個案件就結束了啊 這還蠻遠的欸 教資源從都市上叫過去 他們警力也該做個良好的分配吧 唉唷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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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勒 前面那一台是嗎 現在我們要下車是不是 他等一下會不會突然開車走啊 我覺得他會開車走欸 來先生 請你下車 我必須要靈檢你一下 然後學姐 學姐你不要在後面看好不好 來幫忙一下好不好 欸這台是我這個最喜歡的商脫勞欸 來你下車 你給我下車 唉唷 幹嘛幹嘛 他想要跟我PK 哇哩 欸我是警察 欸你襲警啊 太扯啦 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警察喔 哇哩 直接 來來來我 拿槍 我拿槍 你想幹嘛 你還想跑啊 這我不看一集 欸學姐 學姐你去哪裡 欸 啊我 我的警車怎麼不見了 警車不見 然後我得到了一台新車 顧名思義叫我要換車的意思嘛 是不是 但是OK啦 我還蠻喜歡商脫勞這台車的啊 有一個交通事故欸 我們先過去一下 欸太扯了啊 我的警車直接不見 但是多了一台商脫勞啊 他不知道我最喜歡的 GTA的車子裡面 有一台就是商脫勞嗎 這台商脫勞可非常帥氣啊 據我所知 他玩溜滑梯 可是 數一數二最強的車子啊 前面前面前面 欸慢一點慢一點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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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故 哪裡有交通事故 在停車場裡面 不算交通事故吧 欸這邊這邊這邊 唉唷 還要跟我招手啊 怎麼了 哈囉 他說早上好 是你抱得緊嗎 我想把這次停了 可是不小心撞上了那一輛車 好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來處理 所以我們要 要拍照欸 喔齁 喔齁齁齁齁 我的頭被分割啦 這個是世界奇觀啦 我們是 雖然我是光頭 可是你可以 不要這樣子 侮辱人嗎 我只是想要拿個文件 為什麼要用耳朵掛起來 呵呵呵 他是不是 瞧不起這個光頭啊 好啦好啦 車主 你的這個報告 來 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然後他撞到的是什麼車啊 撞到這台 感覺是那種什麼 比較帥的跑車捏喔 還是我們開這台一種 你好 我覺得商拖牢比較帥啊 我們開我們的這個商拖牢 話說今天的案件也太多了吧 有一個沙灘的這個嫌疑犯欸 警用電腦 但是我這台車沒有警用電腦啊 糟糕 我這台不是警車啊 沒有警用電腦啊 所以剛才那個案件我沒辦法抓了欸 傻眼 什麼 現在有個樹木倒在路上 來來來我們過去 欸欸欸欸欸 我先過我先過 我是警車 欸我不是警車 我是商拖牢 難怪他們不讓我 誰叫剛才我警車突然不見啊 好啦這樣也好啦 我們開的 偶爾開個比較帥的車子 去執勤也是蠻不錯的啊對不對 至少性能好非常多啊 到底什麼什麼樹倒在路上啊 太扯了吧 欸好像是要去這個沙漠市區 前面這邊要左轉喔 慢一點慢一點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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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這邊 甩尾 過馬路 我先我先我先 很好很好 好像是在這附近嘛對不對 欸前面的車開快一點啊 我 知情公路啊 欸 欸 在哪裡 他說有樹倒在路上 可是我沒看到啊 還是在另外一邊 哪裡 沒有啊 還是在 會在這種地方嗎 欸我找不到欸 他的地點指的是哪裡啊 我就沒看到 我根據他給的位子 來到這邊 這邊是有一棵樹啦 可是應該不是這棵樹吧 欸 現在是什麼情形 欸 學長 哇哩 學長 學長沒有打算要處理啊 結果我到了案發地點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啊 我感覺我好像被晃點了 這個點根本就沒有任何任務啊 不管了 我要先去找一下這個 吹佛了 因為聽說這個麥克 是要去找他嘛 對不對 我們去找一下這個吹佛 看到底是什麼情形啊 然後剛才這個樹倒塌的案件到底是什麼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欸 不過麥克的案件比較重要 我們先處理麥克的案件啊 哈囉這邊就是 吹佛他們家附近 非常落後的一個區域 你看我這個 警察人民保姆多辛苦 都已經晚上了 還要在執勤公務啊 來來來 借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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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這邊過去 切個捷徑 然後 他家在哪裡 是這間嗎 我記得好像是這一間啊 我們去調查一下 先搜索一下他家的這個車庫 唉唷 車庫門關起來欸 不給開 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裡面 唉唷 這個門 門是鎖著的 把這個 這門可以打開嗎 不行欸 可是感覺裡面好像有人啊 他門鎖著也沒辦法進去 暫時是找不到人了 那麥克跟這個崔佛會跑去哪裡啊 這附近有一個車輛拋錨 我去處理一下 車輛拋錨 找到了 是你嗎 是你叫的警察嗎 來跟他交談一下 接到交通事故的報警 你還好嗎 我沒事 這台破車已經拋錨三次了 你有打給機公電話 叫他們過來處理嗎 沒有 我的手機丟到家裡 這個人太誇張了吧 出門不帶手機 那他怎麼報警的 你不要胡我 那你怎麼報警的 有手機可以打給警察 可是沒有辦法打給這個 技工 你再騙 我來叫個技工 這個拖車怎麼來這麼快 太快了吧 我才剛 剛叫下去他就來了 等一下 我的車勒 不是 你拖車來就來 阿你把我的 傷拖廊沒收是怎樣 呃 這個拖車的技術 來啊 我們就這樣看啊 我們就看這個拖車的技術 到底好到什麼程度啊 來 我們就靜靜看著他 他到底要這樣子撞幾次 他才可以把這個車子給停好來 還是我幫他移一下好了啦 可以移嗎 欸你的車子還可以動啊 來來來來 我幫你我幫你 好你不要再移了 有拖住了吧 好你把那個 放下來啊 你到底會不會啊 他到底會不會啊 好我幫他把它喬好來啦 來來來 欸欸欸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不要再摩擦了好不好 欸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 欸 你趕快處理啊 快 快去 拖好來還是交給我 我來啦 你不會我就來 我現在也沒車子啊 有嗎有拖住了嗎 欸有了有了有了 欸阿你們不要走啊 欸帶一個警察如何 爬上去 爬上去 哇哩 來來來我 我 我只好跟他 跟路人借個車了 欸這是警察欸 欸帶我帶我 讓我上車讓我上車 欸 欸這個 這個學姐 欸學姐不是這樣當的吧 我現在沒有車 困在這邊 然後學姐不救我 太扯了吧 欸你來 你來你你你你 你借我借我 來 我們有話好商量 你下車 你下車我有秘密要跟你講 不會害你的啦 欸嘿嘿嘿 走囉 借用一下啦 沒關係吧 我是警察你確定你要追我 車輛被盜 應該應該不是我吧 等等我先去警察局一趟 你確定你知道你要這樣跟過來 你你不要開玩笑喔 我是警察欸 他這車速也太慢了吧 來我們的警察局是在 這個地方 這個是醫院欸 重點是我要找那個警察局啊 我要我要借一台警車啊 有沒有警車可以借啊 沒警車也是很麻煩的啊 這邊是不是 不是欸這是 這是 這個不是那個 我這邊才是吧 這個才是警局吧 那我們去車庫拿個車啊 不過今天天色也晚了 我覺得就在這邊休息一下好了 等這個天亮我再去找這個 麥可跟崔弗啊 我覺得麥可也是滿有嫌疑的啊 他去調查一個兇殺案 竟然調查到人不見 該不會麥可本身就是兇手 殺了黑色聖母的兇手啊 好啦 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最後呢我要感謝這些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讓阿金變更好 感謝你們 就這樣